四年前,那時候我還在贊助秘密公司的提案 我還記得那時候印象比較深刻的幾個案 校園午餐 那時候校園午餐做 然後用大陸記者做身份變動的調查 那幾個案子我當時都有特別去贊助捐款 那時候就覺得這是台灣該走的路 也覺得調查報導這件事情很清楚 它需要成本 台灣我們現在對抗最大的觀念就是覺得 新聞是不用錢的 可是你只要在新聞界你就知道好記者 好報導跟好的調查都需要成本 而且成本很昂貴 那這成本怎麼來呢 過去會依賴一個有良心的老闆 會有理想性的媒體 但在媒體環境整個普遍崩壞的這個時候 我們越來越依賴的是社會的支持 可是社會的支持 我們又面對的是一個最大的現階段既定的印象 就是社會認為好新聞應該是免費的 如果這家你把好新聞鎖住 或者不願意支持好新聞 我們去看別家 那台灣人看不到 我們就看劉衛時報 就看國外的媒體 那都不會去察覺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好新聞產製所需要的時間成本 人力成本 社會資源它的重要性 那WiReport這樣四年來 一步一腳印很敬佩 而且它的提案培育出的一些優秀的記者 其中有好幾位像廖倫姐 現在也都是報導者很核心的成員 那等於WiReport不但是走開封期之前 它所在這個平台上面所接觸過合作過的人才 現在也都是台灣繼續要從事報導 調查報導這個重要工作的主力 所以它在培育人才這件事情上面也相對重要 那報導者在此時此刻 用另外一個公益基金會的方式呈現 其實是想試著在這樣的基礎上面摸索另外一個 有一個基地 那這個基地本身墓足一定的社會資源之後 能不能讓一群想做調查報導的人 在這個基地的一個平台 他就沒有後顧之憂 至少一年兩年這樣子努力做報導下去 就不會是比較要頻繁的一次性的去募款 那這樣的努力當然也不容易 我們不知道現在也蠻辛苦的 但覺得這條路該走走看 再做好幾位也都是我們的董堅師 然後小老師 家梁 小葳 然後有觀眾 所以這條路我們覺得該走是說 它是另外一種思考 你能不能讓這樣子的一次性的募集 讓它其實有機會透過社會資源更集中的支持 讓它成為一個更集中的平台 那可以減少一次性平凡的募款 可是支撐一個長期需要時間的歷程本的一個 調查報導的製作 那調查報導 報導者目前就是走這條路 那這一段時間籌備 當然相當辛苦 即將上線 現在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那可是回顧四年多前 對吳玉琳的支持 也覺得今天吳玉琳一定要來 不但是共襄勝局 而且是敬佩這四年來 一夫一腳印走出的路 我們現在試著在戰鬥基礎上面 希望以後能夠共同合作 然後不管是在調查報導 這個重要事情的探索 或者是人才的培育 或者是各種活動上的合作 報導者都願意用最開放的心態 接下來跟吳玉琳的能夠有緊密的合作 那也期待吳玉琳的繼續走四年 下一個四年 下一個十年 那能夠給台灣 帶來更新文界的提升 帶來更長期而穩定的一個影響 那這也是我們報導者 自己希望想達成的目標 大家一起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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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關導者是 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個 非營利組織的 這個新聞 網路員是沒禮吧 目前開始 目前開始 其他的好像基本上都還是用 商業公司或等等的方式去進行 那Wilipor也是一個非營利的平台 這東西一定有很多可以合作 那我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總監事 然後呢 請堂第一個社會企業的網路 原聲明